民进党宜兰县党部邀请党龄超过30年以上 在台湾民主道路上从党外拼到创党 从创党拼到执政一路走来 守护民主始终如一的党员同志 包括了前县长刘守成等等 加上宜兰县长候选人江崇渊 罗东政长候选人黄思超等人 共同召开记者会 一起号召民主老兵来相挺 吹出支持者出来投票赢得胜选 这次的关键刺激 大家共同会 明天再去 大家赶紧一下 以前他减理人情都给他赌一下 这次阿挑和松原 都差一手而已 全台湾都在看医院这次贏了 我拜托大家我们最好的同志 像以前合作传结我们这次 最后的关键我们大家招一下好不好 我们这些老典里面 再次站出来 来停 来松原 松原过去这八年在医兰市 我相信过去医兰市都是 那个国民党在接政 这过去的八年 松原跟医兰市改变到什么程度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路律也同样 路律你看国民党接着这几年来的路律 有改变吗?没有什么改变 是怎么四年前我们去设备差 四年前这些老兵大家都扮退休了 都在家里在那儿电视盟看 带上带上带上 想说这温温啊 我们要不要输啊 这就没关系了 不知道说这些老兵没出来 就是这种的情形了 所以说这次 我们这些老兵 大家就是一定要再出来 民进党县党部邀请这些民主前辈 也期望能够就目前宜兰县府 弊案乱象 以及罗东正过去12年 国民党执政之下的颓败 在选前最后10天时间 出来奔走 让宜兰这个民主胜利 年能再现 公开来给我们所有的地民老家 用我们民主的选票 罗东要进步 改变是有它的出路 所以我们在11月26日 用选票来支持 外协调 来动创我们的顶重 我相信宜兰要贏 罗东要贏 罗东要贏 要给我们罗东正面 用我们的地匪 来创新生的一票 我现在也要公开 给我们正面老家 来报告 跟来报警 我们都算了 家人不甘正 看到现在的宜兰 已经是变形了 甚至 被全国作为 气球的这种 对象的关系 所以在这 要拜祝 拜托 我们的冲动 的前辈 可以再站出来 为了我们宜兰 民主的未来 青年的未来 有一个 想大家 坚定的这种 生意 跟民主作风 再来拼一遍 让我们宜兰的光影 可以找到回来 让当时 我们冲动这种精神 再次发挥 在我们宜兰的土地上头 民主老兵 站在来 一党三票 专业提醒 民主老兵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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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积极 亦兰新闻记者 石世民采访报导